大家午安 其实平常可以家里打坐 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十五分钟 每天都打坐的话 对身体对自己的心情 现在特别是这个世代 大家心情都比较浮躁 所以就是静不下心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 打坐把心处理好以后 你就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然后心里的烦恼会越来越少 所以打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话 因为很多人在说YouTube 就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门走很多人来咨询 他说路上一世啊 你讲的真的就是听起来很舒服 听完以后呢又回到自己的那个 就是那个游戏 就是又情绪又困住 他说放下不容易啊 怎么放啊 我说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讲讲而已啊 对啊 我也放不下 我说不要说是你 我虽然我道理都知道 比方说不能有生气 不能有贪念 不能有执念 我也讲很多 但突然有时候就是你碰到的时候 你又会跳进去 就是执念又来了 我也是长长 就是有一天突然就跟 好像就在早上呢 就半睡半醒的那种梦中 然后跟人争执 然后争执的时候 争执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说你不听我的 我怎样 我把你怎样 就什么话都讲出来那种 然后突然醒过来 我就说 哇人的执念太可怕了 甚至执念到一定程度 不顺我意 我就开始要灭掉你的那种执念 知道吗 心里跑出来 我就突然觉得 哇太可怕了 这个就是意思说 时时刻刻 我连梦中都提醒我 就是我们的执念 真的有时候是放不下 有时那个心里折磨起来 我常常讲 就是说身体的痛还好处理 这可以折制止痛药啦 去放松啦 这个没有那么痛 心痛比什么都痛 所以心里那种作怪起来 好像有时候会觉得 你明明知道 就是不可以这样想 也不可以这样说 也不可以这样做 但好像我们的一个习性 就是一直习惯性 突然就是又下去 所以有政治的事情也好 就是任何东西 有时候就跟同事 或是有些跟好朋友 突然会争执起来 然后就是争执到一定程度 是就是大家都还是 没有到一个点上面 然后我后来觉得 哇人到执念太重的时候 觉得开始就是 你觉得你的对 然后他觉得他的对 然后最后就吵得不可收拾 知道吗 所以人生最大的 就是最容易的事情 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容易的事情 就是他怎样 那个怎样 责怪怎样 是他的错 他骂我 他惹我生气 他叫我怎样怎样 我不开心 是我妈对我怎样 我老公对我怎样 我小孩子不听话 最容易的就是责怪 最难的是检讨自己 看自己的内心 这辈子最难的是这样子 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人生最伟大 最厉害的是 心中有爱跟慈悲跟感恩 这三件事情 这辈子最伟大的事情 一定要记住 你要变成伟大 你要变成厉害 你要变成家庭和睦 你要事业成功 你这辈子就是一个平平淡淡的过一生 你要运气很好 不要碰到很多灾难 只要心中有强烈的爱 慈悲跟感恩的时候 妖魔鬼怪都会帮你 你心中很有强烈的慈悲心的时候 不要说神明 就是很多这种山神 鬼神或是海神 什么都会帮你 如果你心中有恨 有讨厌 鬼都会欺负你 真的是这样子 西藏有个说法 就是什么样的人会看到鬼 真的真的 鬼是有的 你不要小看了 鬼一定有的 你看西方东方 每个人都说有 都说他一定有的 道教也说有 回教也说有 印度教也说有 基督教也说有 那一定有的 每个人都说有 所以就说不能说没有 然后西藏人说什么 就是比方说 什么样的人看到鬼 第一个 心中有很大的 慈悲强烈的 就是爱心 或是大师级的 会看到鬼 为什么 鬼来不及躲 他想躲 就躲不起 就看到了 不小心看到一下 这样子 大师级那些有慈悲的 那个没有关系 什么要过去一下 一个影子不见 或干嘛 他就很快躲过去 不给你玩这些东西 所以他会看到 小一点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中间的有点慈悲 没有那么多的怨恨 但还是 在中间的人 就会看不到 所以你平常没有看到鬼 就是你是中间的人 就恭喜你了 在往上看的中间人 就是不上不下 还没到上面 也不上是 最恶劣的人 中间的人 然后很衰的人 心中每天都怨气 就是常常看到鬼 不顺 因为鬼给你看了 他觉得你的运营比他差 他也不怕你 所以就是心中没有 慈悲跟爱的时候 连鬼都会欺负你 你知道吗 出去都觉得 就是什么都不顺眼 每天就是最不顺眼 不顺眼的事情 都碰到你身上的感觉 是咀嚼于你心 不是咀嚼于你活在什么家 就是很富有 或是什么厉害的 不是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 所以心中就是 一定要燃起 慈悲性的概念 就是用这个故事 来跟你们讲 就是意思是说 如果你心中 有没有恨 没有怨 然后每天到晚 不指责别人 你人生一定会轻松 跟大家百分之百的保障 如果你心中 只有慈悲跟爱 这辈子 你的家庭也会很好 你的夫妻关系也很好 你跟子女的关系也很好 你跟妇女的关系也很好 你就这辈子 吃的 穿的 人际关系 什么都不会缺 百分之百 大家来这边可以签合约的 我保证的 真的 不骗你 你心中有恨 怨 指责的时候 就是说你 身价几百亿 几千亿 你就很苦 一下子这个不顺 一下子那个不顺 一下子就是这个赔掉 然后一下子 一大堆事情 一下子老婆 卷钱走人 一下子小孩子希望你赶快死 可以接你的遗场 真的是现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讲这些道理 这些的原因是 我们这辈子来到的 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 你这辈子会怎么样 不是说 你有赚到钱 不是说你有好的工作 不是说你靠谁 一定要觉悟到这辈子你就是你最主要的主人 你决定你的未来 你决定你的现代 如果还有下辈子成佛 也是取决于你 那什么来解决呢 不是你长在哪里 或是处在哪里 用你的心来决定 你的心状态怎么样 就决定于你的人生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就是处理掉 所以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说修佛修佛的真正是在修心 心理 然后一下子就是拜下 供下 那些都是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心 不会有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福气 对你的健康 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还是一样 就是要处理心 所以今天我在讲 就是说要转念 就是转成 就是比方说 用智慧来把人生的很多事情 都是转念 大家知道转念嘛 那转念怎么转 很多人就说 你要放下 你要转念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常常听过 你遇到不胜的时候 是不是说转念啊 转念啊 然后跟旁边说 要放下转念 那怎么转 大家知道转念的这个意思吗 很多人有很大的误解 转念的意思是什么 头转过去 还是就是放下 大家一定会遇过 就是每天会遇到很多 想转念也转不了 为什么 问题出在心里 所以转念的意思是什么 心可以转哦 那当心脏外科 心怎么转 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词语 就是说 意思是误解掉 其实转念转念 就真正讲的是 transition 意思是说 改变你的思维的意思 不是说 看到这个 转念算了算了 绕过去算了 那不叫做转念 放下也不是转念 转念 真正转念的意思是 提升你的视觉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们再讲就是说 人的身体 比方说人的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再看到的 emotion emotion是第二个层次 情绪 第一个是五官 就是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你触到的 接受了以后 就是有感觉嘛 看到的东西 然后这样的时候 最表潜的第二个层次 就开始有情绪 这个好看 那个不漂亮 这个人很坏 听到 看到 这个好吃 那个很臭 这就是一种feeling 是感觉 叫做情绪 但再深一层 叫做conscious意识 所以我们真正要改变的是意识 意思说你的vision 你的意识 觉的部分要提升 你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比方说我在一楼看到 跟二楼看到是不一样 在101顶楼看的 跟一楼看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意思是 提升你的纬度 到101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烦恼 你不会只看到这一点 你就会看到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时候 就是前面不好了 但后面也很好看 旁边也很好看 整体看起来很好看 你只看到前面 怎么这么丑啊 这么狭窄 所以会有很多烦恼 所以真正烦恼 是提升灵性的智慧 就是叫做SQ 灵性的智慧 心理的智慧 你提升了你心理的智慧的时候 你的情绪EQ 就不会就是恨 讨厌 怨 就不会那么容易 你看到不顺眼的时候 你很快 你理性智慧 一启动的时候 觉得这个没有那么糟 别人骂你的时候 觉得他对我很好 这叫做转运 以及守住心 守住心的时候 在金刚经讲的 就是守住心 就是因无所住 就是没有住 就是把心守住的时候 如如不动 安心的概念 安心的时候 SQ稳定的时候 心没有所谓的执着执念 住在那里的时候 你的情绪EQ 就很简单处理 不要说放下 拿下 本来就没有东西 你放下什么 是一个你执着 抓着没有的东西 叫做执念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他骂我 就是你很气气气 已经过去 那个东西已经没有了 是一个执念 抓在心里而已 而且抓着一个没有的东西 就算昨天他给你一巴掌 那个回不去了 已经疼了 已经痛了 已经过去了 而且叫你放下 放下什么 已经没有了 对啊 就过去 是一个我们思维情绪上面的 一个执念 一个抓在那里 所以就是意思说 安住心的意思是 SQ 灵性的智慧 提升的时候 你的EQ就很简单 EQ稳定的时候会怎么样 IQ就变得很高 学东西就很快 就到一个境界 是不万的概念 然后甚至比方说 你SQ提升了 EQ稳定了 IQ变得很好的事 你就看到 哪个股票会涨 真的啊 你就会开始有富裕 你就会有那种神通的概念 因为你变得非常迷睿 不骗扭 你练个十年 有一天你就赚到很多 变成股票大王 比巴菲特还要厉害 如果从心理角度练的话 真的有这个功力哦 这个就是一个循环SQ EQ IQ 简单的事情 你就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天眼打开 就是我们在讲 就这个后面 有松果体的概念 松果体的 跟情绪最有关系的 对啊 情绪稳定的是 你天眼就打开了 你就看到未来 看到未来就会有未来 你看到美好的未来 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看到未来赚很多钱 你就会赚到很多钱 就会有未来 看到你家庭美满 你就未来有很美满的家庭 因为你看到了才会有 这个可以连接吧 所以未来你要看到 打开你的天眼 你就会有那样的未来 我说真的真的 这不骗你 你回去试试看 SQ打开一下 我倒没有这个境界 我也在练习 能不能有一天打开天眼 这个是可以在佛教也好 很多事情 在我们在神经科学讲也好 很多事情真的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 比方说他情绪很高的 或是就是灵性的压力 抗压性很强的那些大的企业家 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不是鬼 三机 我们都看到都是问题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 大部分人都在有问题 企业家都看到三机 三机 商业的机会 为什么人家 人家 人家为什么会成功 人家的SQ跟AQ非常高 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他可以承受 所以他天眼打开了 他这一颗领域里面 像贾博士 他那个就是 苹果出来 他就打开他的天眼了 他就看到未来 所以前面的很多手机 都被他打掉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 但在他面前 他看到未来 所以发生 有这个未来 所以天眼的意思是说 不是要看到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 所以你家庭也是一样 你看到美好的家庭 未来 或是有一天看到 说我也有一天 这样子睡着死了 你看到那一个的倾向 你一定会这样子发生 就是会有个好死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天眼打开 天眼打开的方法 灵性的智慧 一定要提升 灵性智慧的提升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心中有强烈的爱跟慈悲 不要有怨跟恨 怨跟恨是关掉你的天眼 扰动你的情绪 然后辫子越来越弱智 IQ越来越低 我常常讲就是说 一个人人生最不幸的 就是常常都是无知的 没有绝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要提升 就是比方说 常常在讲就是说 世上没有所谓的 任何事情不能解决 但就是解决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智慧 任何事情 用智慧来可以解决 任何事情解决方法 千百种 所以意思是说 有时候你碰到大的事情 或是家里的事情 烦恼的事情 或是跟别人争执的事情 不要困在那里 好事坏事都是无常 任何事情 就是一定有解决的方法 只是你没找到而已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不会困住 心里的烦恼 怎么这样子 我明明是要这样子 然后自责 后悔 甚至就是说有很多人 最近有些人就说 我妈妈死了 然后我对不起她 我自责 然后她活着 是我怎样怎样 除非你把它挖出来 你再跟她说一次 也不可能嘛 上次我又看到一个照片 一个人就进入光彩 突然爬起来说 我忘记带手机了 有可能嘛 因为现在手机很重要 死人都就是想带走 所以这个也有时思考一下 这个逻辑 他真的从光彩爬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 任何东西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把心处理好 因为现在人 如果你没有把心 就是恋心的概念 就是恋心 就是不生气 这些都是一样 不是什么大道理 是你人生的最主要 最主要 这辈子最大的功课 如果你没有恋心 你没有好好修 不是修行 没有好好修心的话 这辈子会很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